台长,我胃肿瘤,去年做了手术,化疗了什么 你们听台长话,一定要安静 你们喜欢台长就要听台长话 你说吧,胃癌肿瘤 开号刀以后我就开始念大悲咒了 念了大悲咒 念大悲咒是吧 开完刀之前你信不信佛啊 还是有点新的,但是不是像现在这样 我讲两点给你听听好吗 第一,台长的直接感应 我告诉你,你胃癌的肿瘤 我告诉你,开始的时候很早就查出来 是一个小的稀肉 后来才越长越大的 我告诉你,你海鲜吃了太多了 你听得懂吗,你告诉大家对不对啊 对对对 酒喝了多了 第二,我再讲给你听好吧 我告诉你,你这个人脑子稀里糊涂的 有一点 还有,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你老婆有打过 打胎就是掉过孩子 而且是你在里边跟她说打掉就打掉 是的,是的 中文顿呢 没错,我告诉你,就是这个孩子进入你的肠胃 你现在把他如果不弄掉的话 接下来你胃开掉了 他又跑到你的肾上去了 所以你现在的肾脏腰子也不好 你看我怎么办,下面小房子要稍多少 现在知道,问了 早干什么的 小房子 小房子救命你不知道 昨天台长跟大家讲了 我们一个信众 在梦中,释迦牟尼佛 他看见释迦牟尼佛跟他说 要多存小房子 多念小房子 所以这是给大家多大的启发 昨天晚上你们听到没有啊 就听懂讲的 是的 好了 好的,好的 谢谢啊 你啊,你要念79张小房子 好的 你要多听你老婆话 虽然你太太比较凶 有时候在家里控制你 但是她基本上做的都是对的 谢谢,谢谢,谢谢 你是不是怕老婆讲给大家听啊 你看他太太在前面了 好了,好了 要记住啊 观世音菩萨现在在我身上啊 救救你啊 小事一桩啊 听得懂了吗 好好念经啦 好好念经啦 没什么问题的 你自己要记住啊 你不能太凶啊 你听得懂吗 你对孩子,对老公都不能太凶啊 哦 你好好改啊 学菩萨这里说 哎呀 我在学佛 你看这种人学的好佛的 听得懂吧 好了,换一个 谢谢大家